所以我們建議把這一項修改 前項檢舉獎勵辦法 依食品安全衛生 檢舉案件處理及獎勵辦法施行之 中央在這一個大概也十幾條 那已經有做了一些很明確的一個規範 以上外町民報告 這個辦法我們基隆市政府 我們衛生局也可以自己來訂 現在不是要鼓勵人家要來說 對於這個食安的事情 那麼能夠盡量的來進行 因為中央訂這個辦法 也是最近才修正完了 所以他大幅的獎金也跟著提高 那條文也是十幾條也是很短 所以我們在施行的時候 我們自己訂大概也是不出於那個範圍 所以我想是不是如果根據中央 就可以做一個很好的事情 那獎勵金是中央的還是我們地方租 獎勵金來自於罰款 然後一般的罰款 大概至少要20% 然後比較重大事件 因為他有規範有一個重大事件 至少要54% 所以他的比例已經是相當高的一個比例 好 那就依照我們剛剛吳軍長說 在前項檢舉獎勵辦法 依食品安全衛生 這些這些什麼檢舉辦法來處理 是不是這樣 好可以吧 好 陳明健我們陳議員 謝謝主席 對於本帖本席沒有意見 只是說文字上一個修正 修正是不是比較順利一點 去讓這個獎勵辦法有設立 至於對於檢舉案件 除了元首秘密外 並得卓宜獎勵 我想這個得是不是可以把它去掉 並卓宜獎勵 謝謝 除因對檢舉人身份資料 元首秘密外 並卓宜獎勵 德是可或不可 要依他們認為說 你如果說這個德化掉 就一定要給他你 萬一對檢舉人 檢舉人這些 當然元首秘密 身份的秘密 元首這些秘密外 你說 然後會議嚴重 如果一直要發張金發來完 陳議員 你聽他兩聲 好 吳議長你說 好 那個謝主席 跟大家跟陳議員報告 很多檢舉人 他不見得要這個獎金的 所以你用 如果把德去掉的話 這個就一定要花給他 無從發給 那很多檢舉人 他確實現在有很多檢舉達人 他是要的 然後要獎金這個項目 給這個獎金本身沒有問題 因為來自於這個案件的最後花多少錢 所以給他是沒有問題的 他只要有要求我們一定給 而且我們事實上也問他要不要這個 只是要時間上 可是如果德去掉的話就一定要給他 他不要我們還要給他 這個在處理上會有造成一些困擾 我想 陳妍我想明明他後面就是前項的檢舉獎勵辦法 就有依照什麼食品衛生安排的這些來 所以我想那個字還是留著好不好 照第九條言條字 然後後面再加一些 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這些獎勵辦法來處理 前項檢舉獎勵 檢舉獎勵 依食品安全衛生這個辦法 兩個字我們把它記掉了 這樣是多餘的 好 沒問題 我們通過 繼續 第十條 食品 食品添加物 食品器具 食品容器或包裝 及食品用洗潔劑 經依查核檢驗報告判定完成後 於衛生局網站公佈之 請審議 好 這保護消費者啦 這沒問題 好 我們通過 第十一條 與本市流通之 國內外豬肉產製品 不得檢出瘦肉金 才准與本市販售 請審議 好 我們請陳志仁 陳議員 我想這個 這條文這樣好像有點不通順 我建議是 第十一條 對於本市販售之 國內外豬肉產製品 不得檢出瘦肉金 這樣就OK 要不然你說不得檢出瘦肉金 就是 流通這兩支改成販售 於本市販售之 國內外豬肉產製品 不得檢出瘦肉金 然後違反這個不得 這個 這個處罰條款 就在這個第十二條 第十二條的 後段 第十二條的 第十二條的 對 第十二條 第二條 第二條 補機長 說明看看 我先不反鎖跟劉童帶在哪裡 這幾條 根據那個陳議員的一個建議 整個文詞會 所以 比較通常 事實上 以現前的法規 本來就不得檢出瘦肉金 事實上不得檢出瘦肉金的罰款 現在是蠻重的 它是從六萬到兩億 根據法條的一個推定 是六萬到兩億 所以這一個 最重要的是 不得流通 其實就是 不得在市面上做 有看到這種 不得檢出的一個 被檢出瘦肉金的存在 然後不得流通 就是市面上應該保證它沒有 這樣說 哇 你剛剛講 六十萬到兩億喔 最高兩億 六萬到兩億 到兩億喔 哇大家打拚看看 二十八兩億 二十八就不得了 好像丟大樂透 好啦那 流通改換說沒問題啦齁 好不好 好我們請張前議長 我們這個制製條例裡面 大部分都是針對豬肉 那我請教我們局長齁 那我們的雞壓 因為我常常聽很多人在說 什麼雞脖子 壓脖子或者是雞翅膀壓翅膀 那個地方最好不要吃 因為他們都有 什麼 成長激素 是不是 打針 是不是 這種東西 對我們的人體有沒有傷害 我請教一下 謝謝 謝謝 好我們 請韓良吉韓妍 條呢 我們現在只限定豬肉好像是不太對的齁 譬如說牛肉 牛肉也有瘦肉精 對不對 雞壓魚等等 我們是不是也應該把它納入考量 謝謝 謝謝 胡議長 你說明一下 好 謝謝主席 那謝謝那個張議員跟韓議員的一個指教 那事實上現在是肉品 除了美國牛肉以外 一概不准有瘦肉精 所以其他的肉品 都不准有瘦肉精 一旦有瘦肉精 就會跑食安法的剛剛那個途徑 會罰六萬到兩億 但是這一個兩億也不是說隨便罰 要根據它的重大程度 另外關於張議員所提的那個豬脖子 生長激素這個問題 只要是符合政府的規範 使用政府通過的那一個 那其實有毒沒毒在於兩個 第一個這一個使用藥物的本身 第二個是使用的劑量 所以在這兩個如果平衡之下 只要根據政府的規範 基本上都在衛生安全上 基本上倒不會有過大的一個疑慮 另外也回應那個張議員 剛剛在上一輪所指教的平常跟節日 我們基隆市大概總共那七千家的販賣 關於食品業者 基隆市衛生局每一年至少查核 至少六千家以上 所以在平常都有查核 都有抽驗 只是在特定的節日 會在市面上出現特定的產品 我們對於那個產品加重去抽驗 例如說減重 我們最怕的是添加膨酸這個問題 所以普通的時候都有查核 而且像夏天 我們就會針對冰品 做一個多家的一個查核跟抽驗 以上補充說明 好可以啦齁 好 沒問題齁 那我們就改流通 改販售齁 好 那其他 沒問題齁 好 我們做第二項 第十二條 第十二條 違反第五條規定者 儲新台幣1萬元以上 10萬元以下罰還 並按日連續處罰 違反第十一條規定者 儲新台幣30萬以上 100萬元以下罰還 並按日連續處罰 請審議 好 國際長 謝謝主席 包括各位議員 就是說 那個第十二條的第二項 那依據地方自治法 第26條的一個規定 那它的上限金額是10萬 所以在這邊 衛生局建議就是說 把兩條合併為一條 就違反第五條 然後後面就是 第十一條規定者 儲新台幣1萬元以上 10萬元以下罰還 並按日連續處罰 以上我已經一起建議 好 我們先請林明智林議員 再請張建議長 謝謝主席 那個第十二條 是針對第五條 跟第十一條的法則 那我想請教一下局長 第十一條的規定 現在已經修改 於本市販賣之 國內外豬肉製產製品 我請教一下 如果之後 我舉個例子 那個 香腸如果剪出瘦肉精 你罰的是香腸的製造業者 還是豬肉的提供者 還是豬肉的販賣商 還是養豬的業者 還是都要處罰 這個麻煩你說明一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我剛才講的第五條部分 你再看一遍 中央食安法母法是因為 它的規定是各級主管機關 醫科學實證 建立食品衛生安全監測系統 然後於系統監測裡面發生有危害食品安全之餘的時候 再進行下列的動作 你們剛才第五條的東西跟這是沒有關係 只是之餘那兩個字是一樣的 所以我剛才講的那個東西會嚴重影響到整個食品的 我們所謂的產銷的一個機制在 如果加上你們 我們未來有一個第九條的重大的一個罰則的話 如果大家檢查就好了 這些事情你們就玩不玩了 所以我剛才特別講的是這一點 提供你們做參考 好 我們再請張旺麗張議員 謝謝主席 其實我的意見也差不多 因為 就像那個 有一次 在看馬町那邊 他檢測到那個 那個 什麼 綠 什麼蛤蟆那個 那個 有 養殖的 有什麼綠啊 結果 因為他賣的人他不知道 什麼拱綠是不是 孔雀綠 他賣的人他不知道 結果我們一直要他說 來源 結果來源他也提供了來源的那個養殖業 那養殖業他也不知道 因為他 所使用的都是 農委會合法的一些飼料 他也不知道這樣刺刺會變成這樣 所以我是覺得 這樣子的話 如果要罰的話 到底是 因為 是不知責的第三人 他根本不清楚這個來源是有毒的 所以我是希望說 這一方面我們應該要好好的斟酌一下 謝謝 好 有沒有其他動人 沒有我們警護機長 你說明一下 謝謝主席 謝謝林議員跟張議員的一個關心 那關於罰誰這個東西 其實在整個食品鏈上 從最沿頭 從龍田到餐桌 每一個環節都要負管理的責任 所以這個環節裡面 這個產品後來有問題 這整個的環節都應該負管理上 善良管理人的責任 所以任何一個環節都可以罰 但是在食物的操作上 這樣多次處罰 其實對一個案件是不合理 不公平的 所以我們在食物的操作上是溯源 只要能夠溯源到最中的那個源頭 因為溯源是最重要 我們查到了源頭 才知道例如一個工廠出問題 我們才知道工廠出問題在這裡 所以我們能夠溯源一定只罰源頭 可是在食物的操作上 不管是什麼的原因 沒辦法溯源的時候 我們必須在那個環節 能夠溯到了那個環節 就那個環節處罰另一個人 那整個善良管理人的責任 不因為他知道或不知道 而有所能夠免除這個責任 而是能夠減輕這個責任 所以我們在食物的操作上 也會看實際的情形 那事實上當我們處罰 他感覺上真的是不知道 或是種種的那個 其實我們都從罰最低的一個罰款而已 那以上外申於說明 好 沒問題 那我們第十二條是這樣 違反第五條規定者 儲新來幣一萬元以十萬元以下罰款 按日聯繫處罰 然後再一個 違反第十一條規定者 這個是他們提案的人 這方面是比較重 就變成說要三十萬以上一百萬元以下 那麼提案的自治條例的原則之下 我想 我們不要去把它改變 我們 因為 第十一條是針對 萊克多法案瘦漏進來 所以一定要比較重 對不對 提案的原意就是這樣 沒有錯吧 那我們就把它改變 違反第十一條規定者 儲新來幣五萬元以上 十萬元以下 這樣沒有違背中央法令 這樣沒有違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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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吧 蛤 那樣法的限度 它是一萬 一萬以上 十萬以下 我們五萬 我們就五萬以上 十萬以下 可以吧 好 我們請何強要有議員 現在對於萊克多法案 我們現在目前就是零檢出嘛 目前也沒有說什麼 它允許 如果說中央法令 允許 某一個程度的 它現在也沒有啊 也沒有啊 那你如果這個 不能萊克多法案瘦漏進 不管豬牛 任何的 不管進口的 或者是本產的 都是一樣啊 標準都是一致的 標準都是一致的 那你這樣如果說 萊克多法案瘦漏 那戴歐漏要不要瘦漏 沒有啊 我想這個 有一點怪怪的啦 有一點怪怪的 因為中央的 我領兵部 陰尊 含有瘦漏進的肉品 對不對 是沒有啊 這個是 我覺得 立法要有一個立法的背景 你說說看嘛 我為什麼要你這個 對 目前已經到 我們必須立法來阻止 沒有啊 是沒有啊 這是假議題的 不是啊 人有時候會有幻覺啊 對不對 尤其人啊 有時候會有幻覺 這沒有啊 假議題 我們在那邊討論的 不是很奇怪嗎 主席你說 現在中央有沒有 那允許含有 色候菌的任何肉品 在身邊上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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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販售沒有啊 啊不然的話 那個 局長那個 大號薪 要不要我們 立一個專法 我們是一位再 再立個治理條例 因為這太多了 可以傷害人體的食品 裡面的一些 添加的一些東西 太多了 太多了 不是只有這一件啊 對不對 像我前兩天 我那個瓶子 我還保留到 我在一個 應酬裡面 那個 餐廳的那個 服務生跟我說 啊現在有一種 靜靠新的 米爐 喔 我說 比利時 金牌啤酒 啊差不多這麼大一瓶 啊人家推薦我 好喝喝看吧 好喝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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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第一次 它的餐廳是用塑膠的 一般歐洲的標準 酒類不會裝在塑膠瓶裡面 但它躲到日後 用汗一下 比利時 現在比較好 結果喝完了以後 我翻開後面一看 居然製造商是中國江蘇啊 很小很小的字 很小很小的字 我不知道這個小法官能不能替我討回公道了 我明天再把 我下午再把瓶子帶來 對不對 人是不安裝欺騙的行為啊 欺騙消費者啊 啊這個 有沒有訂 要不要再訂個裝法 我也要求訂個裝法 一般的法是能夠適用 普遍性跟適用性要有啦 但對某一個 譬如說萊克多巴胺 或者大耀心 或者什麼有傷人體的 任何的東西來立法 這個法律不完啊 誰最會立法 王盲最會立法 啊王盲呢 王朝幾年 大家心裡有數 你要可行啊 你要可行 待會兒如果中央立法 跟這個抵觸的話 我們這個通通沒有效啊 要堅持也可以啊 你一天到晚 要跟人家打官司 一天到晚 要跟人家打官司喔 對不對 結果 啊這個官司喔 我們輸不贏 我們輸不贏 沒有微信 金融市政府是沒有微信 對吧 啊金融市一位也被打嘴 所以也要三思啦 這立法不是立爽的啦 立可行的法啦 對吧 啊看一個女孩生一個女孩 啊看一個女孩就開槍 對不對 我看這會 人家會嫌我們 人家會績笑我們 金融市議會啊 立法太過於清福草率 有損議會的形象 保護市民的健康 是我們的共識 但是今天沒有啊 沒有一個法律 中央沒有一個法律 來壓迫我們 如果中央 中央法律就允許 萊克多巴胺 我贊成立法 這叫抵抗權嘛 這叫抵抗權嘛 因為這個東西明顯會傷害人體 你立法 中央政府做不義的事 立法叫我們遵循 我們可以不遵循 打官司都沒有關係啊 打官司我們贏啊 因為我們出發警 在保護市民的健康嘛 這個東西確實對整體有害 那你贏啊 那個我們才是優秀的市議會啊 所以說主席 就當然啦 人家提了案 你一直唸啦 唸到後來 你會覺得你很慚愧 你為什麼會讓這個案通過 我是保留這個案 這個法案 這個治理條例 我是保留詞語的態度 我是保留態度 不要對當一的 所謂的萊克多巴胺來立法 其他我想 衛生局 除了這一條以外 衛生局 他任何寫的一條 衛生局本來都 都在執行的嘛 衛生局相關的 單位都在執行嘛 並沒有說 讓他造成社會的傷害是沒有啊 所以以上建議啊 謝謝 好 我想 我們都已經審到最後一條了 第十二條 之所以這樣 所以我們都必須要把 第十一條 划得比較硬一點 這個是 這樣才是這個 這個 這個 自治條例立法的 便宜啊 沒有啦 你現在說的 這個人 都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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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到第二條了啦 好啦 好 你是說 只有這一條保留大會發言權 都審過了 可以 可以 可以啦 你第二條 第二條 沒關係啦 你都可以 你只有這條 給你 好啦 只有這條 這樣 這樣好嗎 要啦 最多十萬而已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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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後拜託你台會再說一句 台會讓你講得久 好,那這個沒問題 沒有啦,因為五萬塊,如果有人減期 瘦肉親,五萬塊20%也不少 那法國五萬塊也有 是不是這樣 好,那沒問題,我們就照這樣 修正通過,好,第十二條,通過 第十三條,本自治條例自公佈日施行,請審議 好,沒問題,第三條,我們通過,好 我們休息幾分鐘 如果要轉到頭,一起按、四百多公里 我就會選擇一個屁股 一切去抖著,就送給你的屁股 一切去抖著,會更多 你會選擇一個屁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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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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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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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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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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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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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